You got some say why Hawking made fall hard 睽違七年再攻旦六場不夠 家開三場歌神張學友 歌壇闖蕩三十九年 第十次大型個人巡迴演唱會 就要在台北小巨蛋開唱 只是週四這天 小巨蛋外卻出現這樣的人潮 板凳行李箱大包小包 通通搬到小巨蛋外 距離張學友開唱還有兩天 但不少人已經到這排隊 沒有一定會有票吧 但是就是來碰碰運氣 有排隊機會 以前的演唱會的經驗 都會有一些現場試票 所以想說一開始就已經準備好 來現場碰碰看運氣了 現在已經過了十個小時了 前面有一些帶牌的阿公阿嬤 也等了十個小時了 主辦單位沒有任何訊息公布 也沒有現場到人發號碼牌 你們是要製造流量嗎 越講越氣因為就怕排了好久 努力白費 現場歌迷自製簽名版 記錄排隊順序 也呼籲主辦方盡快來發號碼牌 果然黃天不負苦心人 主辦單位深夜發出現場售票公告 預計在三十一號下午三點半開始 在小巨蛋難打門售票售完為止 因為歌神演唱會門票實在太難搶 即便開了九個場次還是供不應求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不只刑事局偵破搶票機器人程式 售票單位也查到有大量賬號 對系統的異常程式攻擊 因此這些票券可能釋出 歌迷直接睡在小巨蛋門口 就是希望有機會見到自己的偶像 TBS新聞